聖節會平安 今天很高興能夠和大家一起在神教話語裡分享 如果你是一直來傳福堂的 那你可能會留意到在過去的兩次我和大家 都是用提摩太后書來一起去互相訓練 我們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好像在今天這個不可理喻和失控的世界 究竟聖經有什麼要跟我們說? 究竟神的說話有什麼提醒和教導? 所以我就決定用提摩太后書裡的訊息 和大家一起來到思想 如果你還記得或者留意我用了第三章 說了一次 然後提摩太后書的第一章 我又比較詳細地說了一次 今次我會用第二章和第四章一起來說 雖然是很豐富的一段聖經 但我們不可能都說得完 它就抽了當中三個就是我們所讀的三段聖經 來給大家看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立定志向,直根永恆 為什麼要說這個題目呢? 當然聖經是這樣教導的 但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想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當然如果你有聽我和大家分享 提摩太后書的第三章 我們曾經都很詳細地說到 在聖經裡面,尤其是保羅的描述 在這個不可理由像今天這樣 真是失控的世界 但是聯造租的世界裡面 究竟產生什麼令我們很困擾 很大的挑戰 那裡我從二十幾個當時 他所列出來的一些描述 和大家整理了一幅圖畫 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夠聽過 所以今天我就試試開始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就用回題目太后書的第四章 就是最後一章 當保羅去完結這一卷書的時候 他用了短短的兩節聖經 就總結了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當時後 也都是今天你和我所面對的 這個世界的分亂最核心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那些挑戰 我們沒有辦法好好準備我們去面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花一點時間 去研究一下這個挑戰 究竟是怎樣的一幅圖畫 這裡就是第四章的第三節 到第四節 我給了一個題目 它叫做 是保羅筆下的後現代的思潮 你說 哈? 後現代他二千年前寫的 當然了 寶羅那時候 聖經的時候 當然不會用這個字眼 Postmodern 但是呢 當我看這兩節聖經的時候 對比回現在我們叫做 後現代的思潮 有很精彩的共鳴之處 現在我會解釋給大家看 OK 那麼後現代的思潮是什麼 今天我們都是很簡略的 跟大家交代兩句 我們發覺我們過去這二百幾年 在人類 尤其是西方世界 後來都是全球 進入一個現代化的過程當中 在現代化的過程 這二百幾年 有前所未有人類的進步 也都是建立了很多的學問 建立了很多的系統 建立了很多的建設 雖然都是非常之好 不過呢 到現在呢 開始那些的 這個世界裡面 很多的漏洞 很多的弱點 就紛紛的呈露了出來 所以我們發覺有很多人 就有一種的反動 就叫做後現代 現在我們進入一個 就說對現代的一種的反動 這種反動其實都有好的地方 有改正的地方 不過有時候 就走到另外一個極端的時候 就變了 產生了很多的困擾 也都產生了很多的紛亂 但這個就是 保羅不下裡面 我試著跟大家總結 三個用他的說話裡面 後現代的特質 第一個是有 是對權威的反動 聖經那裡說 人就必不容下這個純正的道理 反而以朵發揚 以朵發揚 就是很不想聽 聽不入耳 聽不入耳 聽不入耳什麼呢 聽不入耳那些純正的道理 即是說其實很簡單 很正面的 正正經經的說法 人們不喜歡 今天我們這叫做反叛 就是不喜歡聽 人們都認為是對的東西 每個人都說這些是 對呀對的 就是不喜歡 這些我們發覺 用後現代很喜歡 用一個字眼 叫做顛覆性 就是這樣 我就是和你剷轉 我就是和你反對 我們發覺今天真的很奇怪 以前當我們用一些形容詞 形容說反叛 扭解 刁蠻 這些是用在小朋友 幾歲大的小朋友的身上 但現在三四十歲 一樣是有刁蠻 一樣是扭解 一樣就是不喜歡和你合作 OK 我就是不喜歡 沒有意思 我就是不喜歡做這件事 你叫我做 我就特意不做 搞對抗 但這種是一種反對 簡簡單單的 真理的一種態度 第二個特色 用聖經的說話來說 就是 而且掩耳不聽真理 反倒吹向無稽之談 真理不想聽 無稽之談 反而很有興趣 今天我們發覺 這個就是否定絕對真理的第二個特色 真理我反而不喜歡聽 而且今天已經到一個地步 大家對於什麼叫真 什麼叫假 開始很模糊 這件事 比較當時 2000年前更加嚴重 並且很明顯是真的 今天我們明明以為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你那些網上那些 惡搞也好 二次創作也好 我兩個星期前 我不知道有沒有收到 我收到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不過真是真得不得了 但是特朗普和蓬佩亞兩個都站在一起合唱 唱得很投入 是他們兩個來的 口型全部都是很投入唱 不過是用國語唱 唱中國我愛你 愛你的紅梅 愛你的青蟲 你看看 我眼睛都大了 什麼叫真 什麼叫假 今天已經有一個混亂的地步 聖經第二 絕對真理 開始模糊 第三 用聖經的說話來說 用今天後現代的表達 就是一個感覺主導的時代 Feel I feel Therefore I am 以前我懂得思考 那我就存在了 那時候我們那個傳統 現在不是的 我覺得 那就對了 我覺得 所以我就做了 這裏用聖經的表達 就說 隨著自己的私慾 增添了很多的師父 這句說話為什麼呢 你想清楚的人是這樣 我再想清楚 我就發覺 嘩 真是超時代的 這句說話 2000年前寫 就是說 當我們某些私慾 有興趣的時候 我們發覺周圍的人 我們立刻就會有很多人 教我們 怎樣可以繼續在私慾裡面 泥足深陷 越來越有趣的 這句是師父 突然間會出現很多 鼓勵我們私慾的師父 今天我們發覺 我們真的在這個社交媒體 在我們所接觸的這個 高科技的文化裡面 真是當日我相信 不斷說 今天真的完全是 你每天都經驗不到的 你只要有一次 少少好奇 你開了一個YouTube 去看看某明星 有些好奇的匪文 那些八卦匪文 究竟是不是真的 於是你看了一次 你有沒有留意 你的YouTube 跟著就 嘖嘖聲 相類似的就湧倒過來 於是你看 原來那個人也有東西 我們先看看 最後說 原來都不是很厲害 不過 題目引導你 一定要看 於是你下次又再看 你只不過有一個 很少的一個興趣 或者趣味 甚至是好奇 開始 接著很多師傅 就馬上會教你 教你看到你泥足深行 有沒有留意 所以今天我們發覺 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看法 很快變得很極端 很穩固 因為很多師傅在等著 去鼓勵我們個人的施育 只要一點那麼多 他就教你 給你看一下 偶爾開一次 那個政治立場的網頁 接著就是那個政治立場 湧到來 這樣你看 越看就越似 越看越似 於是你就立正志向 就向著那裡 就繼續堅持下去 這一個就是 在聖經裡面 用幾句的說話 所表達的那幅圖畫 這種這麼紛亂的日子裡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 有些人說 這樣有什麼辦法 我們現在的病菌也是這樣 疫症也是這樣 社會的政治 那些人說話 又不到我們干涉 只有一個吵字 只有一個吵字都沒有用 聖經教我們 難道就是這樣 我們就停在這裡嗎 難道我們這樣 就是讓周圍所發生的事 去支配我們的生活 去支配我們的情緒 是不是就是這麼多 我們發覺並且的結果 是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很隱瞞 其實我們快樂 我們一點都不快樂 我們時間是多了 我們在家裡 但家裡不見得乾淨了 為什麼 經常都說很悶啊很悶啊 然後又不做事 覺得很沒意思 但是自己又不肯做 時間多了 大家逼著見面的時間多了 我們應該更好的 來建立一些家人 那種的關係 但是不見家人的關係又好了 我們發覺 這是一種不斷摧毀我們的過程 就是因為我們說 我們等了 等了慢慢 看看什麼時候疫苗出來 就沒事了 我們是不是這樣 去過我們的日子 所以聖經很有意思 今天我跟大家講 你看看《太后書》 第二章和第四章 要講的一件事就是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有一件事一定可以做的 就是立定目標 還要堅持向著這個目標走 立定這個目標 究竟是什麼目標 什麼叫做立定目標 我相信你和我在六年級畢業之前 那些先生肯出過一次文 給我們寫的 叫做什麼 我的志願 現在回頭看就只有一個笑節 志願做工程師 做飛機師 自家自家 都不是那些事情 是吧 那麼 一明知道 做不到的 老師是要出這些題目 是不是沒有東西要出呢 這樣 又不是的 人生總是讓你想想也好 你有個方向才行 做人已經打到散了 每天在這兒 看看什麼來 發生的 又如何過日子 這個不是我們人的方向 人要生活和生存的正常健康模式 未信耶穌的老師都記得 都會留意到這件事 何況我們是基督徒呢 所以我們看聖經 尤其是提摩太后書 第2章第4章 第2章那裡特別提醒我們 要有志向 也要有志願 即是我們老師說 我的志願有一點點 未清楚 其實包括兩件事 第一 我們有個志向 有個方向 做人要有個方向 第二 只是有個方向 只是在發夢 你還要努力 堅持 以至達到這個方向 當日我們真的寫我們的志願 可能我們真的有個方向 我將來要做一個老師 將來要做一個醫務人員 但是 慢慢 過了一段日子 可能有興趣沒有了 又可能你想讀那個科 考不到 成績不行 於是 你發覺 你自己一定要努力 要走到那裡為止 那你的夢想 就不是一個發夢 而是成為一個事實 所以有方向 要有堅持 這個正正就是 提摩太后書第2章裡面 講的兩件事 我們再深入一點看看 這兩件事究竟是什麼 提摩太后書第2章裡面 先告訴我們 我們有志向 那你說我也有志向 剛才說 六年級也沒有 已經有志向 現在都不行的 那 聖經很精彩 神教書說 我們有個志向 給我們一個志向 這個志向是無論什麼環境 無論你是什麼人 只要你向這裡去的時候 都可以繼續 可以能夠達成這個志願 這是什麼志向 我行不行 行 因為這個志向叫做 做貴重的器皿 神要我們有一個志向 是每一個基督徒 在任何的環境 任何的困難 好像當日 保羅在這個教會 在羅馬的迫伯底下 如此 今天在COVID-19的 右輪底下 亦都是如此 我們仍然都可以有這個志向 就是我們立定志向 要做貴重的器皿 什麼叫做貴重的器皿 我們看這幾節聖經 就會清楚很多了 第十九節說 言而神堅固的根基已經立定 上面刻著這樣的印記 主認識屬於他的人 還有一句 凡稱呼主名的人 都應該離開不移 所以提摩套孫 我跟大家說過 我真的很喜歡看它 很好的 它一點都不抽象 很具體的 這裡用了一個很具體的形象 給我們了解 是什麼呢? 一間大屋 接著就說了 再大戶人家 這間大屋 大屋裡說了兩件事 你一定記得 希望你和我今天聽完道 一直都記住 第一樣 這間大屋有門牌 是的 天套寫嘛 門牌寫了兩句話 當然這間大屋的門牌 不是單單就像今天一樣 我們什麼街地幾號 而是這個門牌 代表了這間屋的屋主 他的身份 以及足以標榜他的特質 這個屋主的門牌就厲害了 他說我們這間屋 要有一個門牌寫著 主認識屬於他的人 哇 你想想 如果你是這間屋主 這間屋主的門牌寫著 我們的神是認識我的 這個才是最大的威勢 如果你的門牌表現你的威勢 你那種的浩氣 這種浩氣 不及於我們 很多人都說 你有什麼特別 我啊 我認識哪個哪個哪個的 你知不知道哪個哪個 和我都很友善 前個星期才跟他去過遊河 你給你看看 這個世界好像攝射很多 他出來看 我幫他拍照 我們說得很威勢 我認識哪個哪個就是我的威勢 但是聖經很有意思 最威勢莫過於你的家裡 你好像是一間屋的屋主 你的門牌釘了一塊 不是你認識哪個哪個 而是神認識你 並且神給你一個這樣的描述 就是祂是屬於我的人 神認識我並且我覺得 祂認為我是屬於祂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志向 這個志向 你可以對比耶穌曾經說過 我已經說過幾次了 幾句令我們很嚇人的驚人 耶穌說將來有一天在天國門口 有人敲門的時候 他對耶穌說 我不是奉你的名 醫病趕鬼傳道嗎? 你記得耶穌怎麼回答嗎? 他說你哪位? 我不認識你 神不認識你 你只是在他教會幾次活動而已 只是你做過基督教的事業而已 我不認識你 從來不認識你 弟兄姊妹不是 這間大屋最威勢的 真正的威勢就是門牌寫著 神認識這間大屋的主人 因為他覺得他是屬於他 我有一天如果能夠描述這個門牌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最大的光榮 還有這個門牌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還有另外一句 為什麼?有基礎的 有理由的 因為這間大屋的屋主 他是離開不移 他做了事的 他不是只有名字 他真的有事 他是離開不移 現在我們就走入這間大屋裡 第二個這間大屋的形象 的比喻 很有意思就是 這間大屋裡的器名 所以接著他就說 在這間大屋裡有金器、銀器、木器、瓦器 有貴重的、也有卑賤的 他用一間大屋裡有不同的器名 來做這個比喻 一間大屋裡有金器、銀器 那些是最矜貴的東西 木器、瓦器 那些是最卑賤的東西 請師妹你千萬不要搞錯 我相信大家不會搞錯 不過我順便說一句 這裡不是在講教會裡面 有些人是威水一些 錢多一些 所以地位是高一些 有些人是基層一些 所以賺的錢少一些 他是卑賤一些 絕對不是 但是聖經從來都不會這樣說 聖經一定不會這樣說 這句話不是這樣解釋 大家記得 剛才我們講過這個比喻是 講一個人 講你和我的人格 和我們的質素 現在講我們的生命裡 就像一間大屋一樣 我們會有一些金器、銀器 那些是我們生命裡寶貴的 甚至我們可以說是引以自豪的東西 就是我們朋友來的時候 就拿出來招呼他 我想我們都有的 每個人家裡有些 美麗的碗碟 朋友來的時候就好好看看 這個足以代表你那種 值得你光榮的、珍惜的東西 這些是你的金器、銀器 感謝神 我們每個人都有 這些誤誤 只要你不是拿來驕傲 拿來曬命 那就已經 都是很正常的 對不對 感謝神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 譬如我 我覺得我自己挺喜歡講書的 所以一輩子都是講書的 講書、教書、寫書、看書 這個是我的金器、銀器 我覺得 所以我一生人就是 在這件事裡面 我努力去做 表現出我自己能夠最好的地方 不過你留意聖經很重要的一件事 原來一間屋一定 除了金器、銀器之外 一定有木器、雅器 木器、雅器是什麼呢? 不僅是那些不值錢的東西 通常這裏所講的木器、雅器 尤其是雅器很容易爛 即是不存留得來 並且是很賤的 尤其是木器、雅器 有些解經家、學者都說 在當時來說 特別是指什麼呢? 那些用來賭垃圾 賭垃圾、糞便、紙療 那些容器 那些骯髒的東西 那些垃圾東西 一間屋裡面 你有金器、銀器 但是也有這些東西 用來賭垃垃圾的東西 那你最重要的是 你不只看見你的金器、銀器是什麼 你還要知道你有木器、雅器 每一個人 包括你和我 我們都有木器、雅器 你知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你生命裡面那些悲賤的事是什麼? 然後我們有沒有把那些悲賤的事拿走 放下 離開不易 離開悲賤的事 這個聖經裡面說了兩次 離開、離開 賭掉它 那些垃圾要賭的 如果你有些垃圾在那裡 你有金器、銀器 會搞窩了 你有沒有試過 有時候去朋友的家 一進到門口 一陣是微的 很漂亮的 這間屋 一陣是微的 多數是後面的垃圾桶 那些廁所那些 有些東西在那裡擠住 或者還沒乾淨 還有人也很奇怪 你住了幾天之後就不覺了 朋友進來就聞到有些東西 客氣一點 不出聲 你也試過了 因為你有那些木器、瓦器、垃圾 你不清 你有金器、銀器都沒有用 一樣是很醜的 頂子妹這就是神的標準 所以神說你要知道你的金器、銀器 感謝神 每個人都說我不是很懂教書 我不是很教你 不是 可能你覺得人際關係很厲害 你跟人聊幾句 別人就會喜歡你 別人談不成功 你到你手 你跟他談完就談了 這些就是金器、銀器 感謝神 我們每個人都有金器、銀器 不過 聖經提醒我們 我們有木器、瓦器 如果我們木器、瓦器 不除去它 我們不可能成為貴重的器皿 大家明白嗎 這就是 寶羅提醒我們 聖經提我們的立字 我們的立字要做貴重的器皿 要將那些卑賢的事 除去 那我們的生命就結淨了 自結 成為聖結 合乎主用 即是真的有價值 那些東西 就稱得上 配得上 前面的牌子說 他是屬於我的人 這是立字 好 剛才我們說 你立字 需要 但你要堅持自己 要去到這個夢想 達成事實 你都需要一種 堅強的意志 這就是提摩太后書第二章 我們和剛才所讀的第二段聖經 第二段聖經 就是提摩太后書第二章 開頭說 你要在耶穌基督的恩典上 要用剛強起來 二章一節 剛強起來的積極的士氣 積極的士氣 怎樣剛強起來呢 很有意思 剛才我們說的 提摩太后書真是好 很具體的東西 不是抽象 只是講理論 然後他用了三種的人 讓你看見他們的那種 是甚麼意思 甚麼叫剛強起來呢 用了三種的人 有沒有留意 第三節到第六節 第一種 好像耶穌基督的精兵 好像軍人 好像當時羅馬軍隊的精兵 當兵的人不會被世務前身 那就要看到他招他打仗的人 這是第一種的職業 那種的形象 第二種 競賽的人 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運動員 我相信這裏特別是指 講到也是指那些 當時奧林帕克 當年那些希臘奧林帕克 那些運動會裡面的那些 那些運動員 一定要守規矩 要不然就沒有辦法徒步冠面 第三種 勞力的農夫 那他們才能得到他們的果實 三種人 這三種人和三種職業 有甚麼共同性呢? 有 要留意有甚麼共同性呢? 都是那些很有士氣 很熬得 不容易放棄 用我們今天的說話 我們是不客氣的人 那些人 真的說得出就要做 難不難 難 但我都要做好像軍人一樣 眼不眼睡 眼睡 但一吹雞 就要出去操 不讓他們說 唉呀 我都沒有洗澡 不要了 不可以用世務前身 你不可以用自己的編排 因為你要招尾打仗的 招兵的人 他要求的 要跟著他 否則 上佬戰場 死定了 是不是? 或者都未到上戰場 被人淘汰出來 不行的 做軍人要有這種 不可以懶的 OK? 剛才我們說 為甚麼我們今天 有個這麼奇怪的現象 今天我們時間是多了 但我們還懶了 我發覺有時候 我有這樣的傾向 在家裏面 都不想做甚麼 我安慰堯很多年 都沒試過這樣 都不想做甚麼 又不想做 惰性大法 明明知道 有幾樣事情應該做 有些人說沒有時間 在賴說沒有時間 有些朋友 那麼忙 沒有時間 有空才找他 明明有個時間 為甚麼又不想找他 又不想關心別人 我覺得自己很討厭 這個不是 不可以這樣 明明時間多了 應該多看一些聖經 可以好好的親近神 又不想看聖經 是不是? 為甚麼會搞成這樣? 因為我們就沒有了那種 好像軍人那種的士氣 沒有自己的要求 慢慢慢慢就爛了 不可以的 聖經說 我們要有這樣的意志 好像運動員 奧林匹克的運動員 大家知道奧林匹克的習慣 當年每一次的訓練和出賽之前 一定有一個宣誓儀式 這個宣誓儀式 每一個運動員的宣誓 他不是說我宣誓一定要贏 他一定宣誓說我會全力以赴 拼盡 無論是贏 無論是輸 我都是拼盡去完成這個賽事 我覺得這種的士氣 才是真正的運動員 也是我們今天 聖經裡提醒我們要有的一種堅強的意志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實進不了為 第三 農夫 農夫就沒有這樣的氣派 這樣的氣勢 但是他很堅忍 還有一件事 農夫的生活可能很沉悶 是吧 就像今天你和我這樣 農作民不會一夜之間長得很大 不過你要按照規律就要繼續做 你可以一個星期都 免得很懶 不去 免得脫雜草 你就試下一個星期不脫雜草 去到看的時候 你的種子被雜草吃光了 已經破壞了 你喜歡不喜歡 到時到後你就要去淋水 有客觀的規律 有客觀的規律 這就是那種的精神 唯有像這樣的精神 我們才可以將一個我們的方向 我們的立志的方向 將它變成一個的事實 不是一個空談 不是一個發夢 我們要做貴重的器皿 當然好 但是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 就像剛才我們聖經裡所提醒我們這樣 用我們的堅強意志 剛強起來走上去 告訴自己 告訴神 我要做貴重的器皿 我始終有一天 我要看到你在我屋的門牌上面 釘著說 主知道我是屬於祂的人 這就是我的目標 好嗎?頂之門 第三 最後了 我們跳到第四章 神 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 就算一個不是基督教的人 沒有神信仰的人 有些人都會這樣做 努力做 看著目標 有些人都會成功 有些人會失敗 不過我們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我們屬於神的人 有神的人 就是神自己的介入 依靠神的介入 這件事是一個超然的力量 不是我們不用做 而是我們盡力的時候 我們發覺 不等於我們就能做到的 這是事實 我們不是悲觀 我想我們大部分人 都曾經計劃過7月去旅行 去外遊 有沒有努力過?有 有沒有方向過?有 有沒有理想過?有 有沒有做過功課?有 上網了 查過去哪裡了 連酒店都選了 航空公司隔了 就知道你去哪裡了? 不就在家裡 去不到 為什麼? 我們人生的際遇 有時不是在你和我手裡 在這裡我們就更加明白 作為有神的人 屬神的人我們就更加明白 我們要將神邀請 進入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有目標 我們有努力 不過我們還需要神和我們一起 去完成這個夢想 以致成為事實 而神一定是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我很喜歡第四章的第一節 一劈頭 他就講了三個很重要的成功因素 令到我們的夢想真的可以成為事實 第一 他說我們要在神面前 第二 我們要在審判活人死人的耶穌基督面前 第三 我們要憑著神自己的顯現和神的角度 就是普遍很嚴重的 用三句話來描述形容 然後才講接下來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三件事是很基本 很基礎的一個我們能夠成功的因素 第一 我們要在神面前做這個決定和努力 神面前的意思就是我們邀請神和我們一起走這條路 不是我某某人我堅強的意志就可以做得到 是我要堅強我要剛強 我有目標 不過我們邀請神 你和我們一起走 我們在神的面前來完成這件事 第二 在耶穌基督面前 這個特別是指著耶穌基督有一個提醒我們的地方 就是祂是那位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審判活人死人這幾個字 馬上讓我們想起一個永恆的一個象限 審判活人死人就是說 將來在永恆 就是說我們每一件事我們所做的 今天我們所做的 不過我們要等在一個永恆的一個視野裡面 看回我們現在 這個不是消極 而是更加的廣闊 今天我們所做的 我們的努力可能有時高有時低 有時成功一些有時又失敗一些 不過如果我們等在一個永恆神自己的計劃裡面去看的時候 我們心裡就有一個寬很多了 我們用普通話所說 踏實了 踏實了 已經有個實質了 真的 我們從永恆的角度看的時候 我們發覺我們的生命就廣闊很多 我很喜歡我太太Renee經常都說 今天五十多歲很老嗎?不老啊 八十多歲都不老 為什麼呢?對比起永恆我們是寶寶來的 是吧?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不要緊的 多少歲都不要緊的 我有幾場命 所謂的 這個不是一種放棄 不是一種無奈 而是一種很廣闊的角度 從永恆的角度去看你現在的努力 第三 就是憑著神自己的角度 那個角度就是神自己的能力的彰顯 我們需要一些力量 這些力量有時候 甚至我們全力以赴都未必做得到 就是在這個時刻 你想不到的 神那個 我們想不到的力量 在最後的生命裡面 完成到我們完成不到的東西 神的力量 神的同行和永恆的角度 有了這三樣東西 寶羅說 我們就可以再一次看我們整個人生 做一個評估了 這個就是第六節到第八節 我們很喜歡 大家都很熟 不過我想跟大家繼續說一次的經文 寶羅說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他回顧自己一生 他說了三句話 有時候我們想寶羅 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我再說了 提摩特後書是寶羅的遺言 歷史都告訴我 寶羅寫完提摩特後書 幾個月就被人斬頭了 寶羅也知道的 所以他說我離世的時候也到了 他也知道的 老人家在這個瘋狂的迫伯 基督教的羅馬帝國的政策下 他作為教會領袖死定了 一個老人家坐在牢裡 我相信他也會回顧他的人生 我有時候想想 寶羅會不會有些遺憾呢 從人的角度來說 寶羅是會有遺憾的 你看看聖經裡面所記載的寶羅 他的年輕人 這個未信人數之前 他已經很厲害 已經做領袖了 年輕人已經做領袖了 因為他雖然是猶太人 但是已經生在一個猶太最高尚的家庭 並且認識希臘文 他有受高深的教育 我經常都說 他是三文兩語 又認識希伯來文 又認識希臘文 又認識阿蘭文 什麼都可以 而且聖經很清楚 哲郎主告訴我 他未成為基督徒之前 他已經是年輕 並且成為猶太教的領袖 他發動 帶著人 要立志去剿滅 當時他認為是錯的 耶穌基督和跟隨者 直到耶穌基督在大馬赤格的路上 打低他 被他看到了 於是他生命一百八十度改變 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知道原來神呼召他 要向那些 不僅僅是猶太人 並且要向外方人傳教 從那時候開始 他的生命就變得很崎嶇 是吧 就因為這個異象 這個呼召 他曾經又被人追殺 又被人石頭丟 又被人罵 又被人說他是劉太教的叛徒 到最後又坐牢 坐完牢 放了出來又再坐牢 到現在等死了 你說他會否後悔呢 會否遺憾呢 我們發覺保羅完全沒有後悔 沒有遺憾 真是厲害 他人生怎麼可以沒有遺憾呢 保羅用三句話來總結 我想送這三句給大家 我自己都在這裡 得到很大的幫助 第一句 他說我所持的信仰 我已經守住了 I kept my faith 這句話當然不是保羅說 我沒有變成異端 我信仰很純正 不是單純弱的 對於保羅說信仰的異端 你根本不再說 他根本不會想那些事情 他的信仰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 conviction 他的 commitment 就是耶穌基督呼召他 要向外邦傳福音 傳教那個呼召的信念 保羅說我回顧他一生 自從耶穌基督叫我去傳教 特別向外邦人之後 我就向著這個目標 回了幾大的困難 幾多的阻難 幾多人罵我為叛徒 我都不會改變 I kept my faith 我的 conviction 我向著這個方向 我做 我就是繼續做下去 我守得住我這個信念 正如你能夠說 我守住我的信念 我要做人有個信念 因為基督圖在我相信裏面 我做人要有這個水準 要有這個標準 有一個道德的良心 我就會做下去 眾言會有虧欠 眾言可能會有犧牲 甚至被人嘲笑 被人反對 I kept my faith 第二 那美好的仗 我已經打過了 I fought the good fight 打過了 美好的仗 我已經打過了 打仗怎麼會美好的 你想起打仗一定是殘酷的 痛苦的 是不是 但是 這是什麼仗 我相信 保羅和你和人生一樣 有很多仗會打 不是用刀重槍來打 是我人手所痛見的 這些困難挑戰的時候 我都要打仗 打仗怎麼會美好的 我相信只有一個解釋 保羅說 我人生打過很多場仗 有時候打贏 有時候也不一定會打贏 哪個人每個人都會打贏 但是我有一件事 我可以肯定的 保羅說 我每次都飄飄亮亮的打過 這個就是美好的仗 我盡力去打 我盡力去打 就像剛才我們說的 那些運動員的宣誓 我拼盡全力去參加這個比賽 完了之後我輸了 但是我覺得我打了一個漂亮的仗 這個就是保羅所說的 飄飄亮亮的打過 第三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這叫做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 當我第一次看這句說話 再想的時候 我有點不太明白 人的路當然要跑盡 跑盡了 你跑盡了 你跑盡了 你死的時候當然要跑盡了 這句說話 我們說這些是必定正確的廢話 後來我發現不是 我突然間被我找到 《史堂傳》第二十章 《史堂傳》第二十章 寶羅說過類似的話 不過很感謝神 聖經記載 他之前之後再說多兩句 就解釋了他的意思是什麼 大家如果熟《史堂傳》 就記得《史堂傳》第二十章 在說什麼呢? 說保羅 在他自己在外邦 造傳福音最成功的時候 即是用我們比較細俗的 人生的高峰的時候 聖靈就感動他要回到耶路撒冷 叫他回到耶路撒冷 保羅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 他周圍的同工 那些基督徒更加不能夠接受這樣的呼召 為什麼呢? 因為保羅 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猶太教的大本營 保羅一直猶太教的人 恨之刺骨因為他是叛徒 把福音傳給基督徒 信有傳導給外邦的人 而這個猶太教的大本營 現在保羅要回去的時候 死定了 保羅知道嗎? 保羅也知道 所以聖經講到第二十章 他們上船回去的時候 人們抱著他在哭 他說你不要回去 你不行的 但是保羅在說什麼呢? 就說了一句這句話 當日他就說了這句話 他說我第一 我並不珍惜我自己的性命 我只是跑完我的路程 完成我和主耶穌基督所領受的 職份 那我就明白了 原來第二句 跑完我的路程 就是剛才我們 提摩頭說的那句 差不多是一樣的 原來保羅說過一次 這句話早些 幾十年前說過這句話 不過他就解釋了 第一 什麼叫跑完我的路程 原來跑完我的路程 意思就是我完成了神 要交託給我的職份 我就叫跑完 就是說神交託我的職份 我好好努力地做到 做完了 那時候就叫跑完的路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不算跑完的路 我死了 但我沒有跑完我的路 你明白意思嗎? 這一個就是保羅的意思 所以保羅說 至於我 我跑完的路 我跑完了 因為神給我的挑戰 呼召就是要我向外幫全國 現在我一生 我沒有違背了這個職份 那時候 現在 甚至我死 我不以聖命為廉 我現在死了 提摩頭輸之後他死了 但他說我跑完 我要跑的路 因為我完成了我的職份 有頂姊妹說 哇!這麼偉大 我不是保羅 我怎麼會像她這麼偉大 這個這麼大的一個 使命職份 不是一定的 每一個人神給你一個職份 你說我只知道我的職份 就好一點 照顧我兩個小孩而已 這樣 這就是你的職份 你好好地去打美好的仗 你是努力地去完成你的職份 守住你的信念 好好地教他們兩個做人 能夠成為一個 是有標準的一個年輕人 讓他們成長 這個就已經是你自己的職份 每一個人都有職份 因為我很好的 我知道現在我的職份 就是在這段時間裡 我要在我的同事之間 有一個好的見證 帶他們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在我們家庭 在家人的面前 成為一個好的神自己的代言人 令他們看到原來做基督徒的生命 是有改變的 無論如何 每一個人都有你的職份 你明白嗎? 不過有一件事是不可以的 就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職份 有些人這樣說 我看到基督徒也跟我這樣說 也不知道神醒我做什麼 不行的 沒有理由的 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說我不知道 你知道 你全力以赴 你就跟保羅一樣 跟每一個人一樣 能夠走完這條路 保羅說 有官免在前面等著我 我回顧的時候 那間屋上有個牌寫著 主意認識 熟悉他的人 那個就叫做保羅 是結束的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我上個星期預備的時候 我就問我自己 有什麼溫慧要理呢? 馬路指手畫腳 教別人 看聖經 這樣說 我自己的人生的職份 我真是增加火 我拿起一張紙 然後看我自己過去的人生 我第一次的就是 我今年六十八歲 我看看法國 都很厲害 我試試和你分享幾句 我就結束了 我十幾歲信耶穌 始終我發覺 計一計看回頭 我每十年 就有個職份神給我 我又真是努力去做 不是溫慧要有什麼好處 我只是想起回頭 我是一個很內向 很怕事的人 跟人聊天幾句 我已經開始面紅了 但又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看到原來 神到時候到後 祂就有帶領 祂就安排 然後我只要走上去 那條路 那條路就能走到 當然我自己努力 我不否認 剛才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有目標 我努力 但完成的 就是神在我生命裡 我跟大家很簡單地說 我二十歲那十年 二十歲那十年 我剛剛信耶穌 二十歲那十年 那時候 我發覺神 我無緣無故想過 從來沒有回到大陸的香港人 神呼召 我叫我關心中國的福音工作 那時候 家民革完 都沒有人敢說 什麼中國 什麼福音 教會都很大的困難 但是我 心裡有一個負擔 神說如果有一天 大陸的門打開的時候 我們預備好了嗎 我們這樣沒有預備 怎麼進去做全福音 於是我就覺得 好 我要去 但是我更加知道 不是溫慧要一個人去做英雄的 於是我就開始 在香港的教會裡 到處 鼓勵人建立一些祈禱小組 那樣就為中國大陸祈禱 即是搞了 叫天風知否神周路 這個大型聚會出來 你們不聽過了 你們不夠我的腦 鼓勵人建立華人教會 準備好回中國 做全福音的工作 又是我三十歲那十年 到了二十歲那十年 三十歲的時候 八零年 開始中國是改革開放 英國的門慢慢開 但是還沒開之前 神給我有機會去英國讀書 所以我沒有進去 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接觸了一些靈修學 我發現原來真正的信仰 不單是理性上的一些神學 原來還有跟神的關係很重要 於是我心裡很受感動 回到香港之後 他就推動靈修學 跟耶穌基督的靈修的關係 不知為何會出了三卷的錄音帶 叫做作過八十年代的熟靈人 有些人可能記得 這是我第一次出的錄音帶 終於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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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這些叫做卡錫帶的日子 後來越出越多 可能有些人還見過 有你就可以扔他 有你睡得掉了 他推動這個靈修學 就是這十年 我三十歲的十年 到了推動靈修學的時候 到了後來 發覺神又有另一條路讓我走 就是在這幾十年裡 就是到了最後 我自己都沒有想過 我家庭遇到很大的變故 大家還記得 我太太癌症離開世界 我女兒是智力很大的問題 開始進入一個我掙扎的裡面 我就將這些掙扎來分享 成為和弟兄姊妹分享 苦難當中屬靈上的掙扎 苦難的主題 成為我整個四十歲的十年裡的主題 我就去了加拿大 加拿大最多四十歲 差不多結出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過 因為我太太Renee的爸爸 在香港的癌症 我就回到香港 去照顧老人家 奇妙的 輾轉的 安頓了在中文大學教神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當我一開始教神學的時候 就開始碰見 那時候剛剛第一批 在中國大陸有些研究 基督教的學者大學的教授 來香港找資料 他們找不到 我突然碰見他們的時候 就覺得很難過 他們要教基督教 在家裡 還是只有聖經 什麼參考書都沒有怎麼教 會不會教錯 於是我就開始了 一連串 十三年沒有停過的暑期班 在中文大學 利用這個地盤 就開始把中國的知識分子 引導到他們去對基督教真實的 和正確的認識 就把我幾十年前的負擔 原來我沒有進去中國 但反而他們出了 讓我和中國的知識分子 成為一個宣教的基礎 五十歲這十年就做了這件事 到我六十歲這十年 都還沒完 我開始發覺 我應該把我所有認識的東西 把他寫下來 用了五年寫了五本書 就是基督教的信仰 現在剩下兩年 六十八歲 我現在寫了兩本書 就是基督教的靈修學 希望把我這麽多年的 所認識的寫下來 就成為我自己的生命中 傳流下來 我不知道我求神給我 有足夠的精神 健康 可以寫下來 那究竟七十歲之後 還有沒有十年 誰知 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不在這裏瀟灑 隨時上去就上去 真的很包袱 靠行李箱就上去 好得無比 但如果我還沒上去 說上面沒有位置 等待名單而已 那我就繼續 做什麽?我不知道 不過無論如何 人生就是這樣 我發覺 不是我決定的 但神一呼召我 但我要做的就是 我向著的目標 一定要做 那有神幫助我 打開很多機會 完成了 神要我所走的路 求主同樣的 鼓勵大家 不是看著溫靡遙 看著保樂 看著聖經來教訓 做貴重的器皿 完成神要你所跑的路 那前面就有冠冕 等待我們 去得到神自己的祝福 和掌聲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的主 我們神我們多謝 讚美你 你讓保羅的生命 就是這樣活滑 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知道是真的 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我們羨慕 但我們知道 我們都可以走上去 求主要我們能夠立志 無論在什麼環境 就像現在這麼荒謬的 這麼多理喻 這麼失控的世界日子 我們都可以立志 要做貴重的器皿 合乎主用 走上都要我們走的路程 考完它為止 無悔無憾 和我們這一生 求主同樣的提醒 鼓勵 幫助我們 奉耶穌命祈禱 Amen